在美国您花65万美元 可以买一个760匹的兰博基尼SVJ 我身后的这一台也是760匹 但是只要7万美元 今天给您带来的 就是有史以来最强的福特野马 2020全新换代的福特野马 希尔比GT500 其实这个车的名字确实是有点长 它在福特野马跟GT500之间 单独加了一个希尔比 也就是你经常看见的眼镜蛇的标志 但其实这个公司也好 这个人也好 它是非常有历史的 这里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这个希尔比先生 大概是1920年代生人 在他15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上了爸爸的福特轿车了 后来在二战期间开B26轰炸机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那个轰炸机 比当时的日本的还有德国的轰炸机 开的都能更快 然后战争结束之后 回到美国 他开始参加比赛 之后呢 更是加入到福特车队 然后带领着福特 战胜了法拉利 赢得乐盟的冠军 而且在之后的几年 直接把法拉利逼退 让法拉利把重心转投到F1上 所以你大概知道这个 希尔比先生是多么传奇的一个人物了 也就是说今天你在街上看到一台野马 挂着这个眼镜蛇的标志 第一你知道这是一辆性能很好的跑车 第二你知道这是一个背后啊 靠一己之力改变美国赛车运动了 福尔达 那这些车的外形其实非常好认啊 因为今年这个清凝色是 小比GT500的一个专属的颜色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 一看到是这个颜色的 189 这是一台小比的GT500 整个从外形上来说呢 无非就是一些更大的进气 然后还有更好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你像厂方声称啊 它的进气要比GT350 增加了50%的散热效果 然后这台车的选装呢 在前面这边这两条赛车线看到了吗 这个选装是油漆的啊 油漆的赛车线 要1万美金 另外呢 这台车还选了一个 18500美金的碳纤维赛道包 这个赛道包包括后面那个巨大的尾翼 还有这个碳纤维的轮圈 以及前面这个不是碳纤维的前唇 还有它的一个侧裙 为什么这一片不是碳纤维的 因为你真的是开这台车 去赛道里基因驾驶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造成磨损啊 或者蹭到啊 所以如果是现在这种材质呢 更换起来比较方便 比较便宜 然后看到它这个巨大的尾翼了吗 这个尾翼啊 你可能看起来整个的宽度是够宽 但是并不是那么高 感觉没有那个911G3上的 来的那么夸张啊 视觉效果那么好 但其实这个尾翼啊 功能性是非常强的 它并不是什么机械可调啊 只是手动可调 但是福特是基于非常大的一个数据测试之后 才最终决定了它的造型这个样子的 这个造型呢 其实是跟他们的GTC的赛车是非常接近的 而那台车是源自于他们的乐盲赛车 那坐车内呢 现在这台最强的野马 其实它的内饰呢 就跟普通的野马 其实区别真的不是很大 你像在这边啊 你可以看到一个限量名牌 因为总共限量5000台 这是第1516台 这数字还挺激烈 然后其他就是这个阿堪塔罗的方向盘呀 然后包括一个选择Recaro的座椅啊 就精神而已了 整个前面的感觉 其实跟普通的野马 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啊 哦对了 它因为它是选择这个碳纤维的赛道包呢 所以它的前面这边 是有一整片的碳纤维 而且呢是真碳 它不是碳纤维纹理啊 阿堪塔罗的方向盘握感还不错 尺寸呢 我觉得自己个人觉得稍微有点大 然后整个方向盘上有非常多的物理按键啊 然后比较吸引我的是 它这边一键就可以调整它的悬架的软硬 然后可以调整它的方向盘的力度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眼镜蛇的标志 你按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进入到自己的模式 然后去做一些设定 都是一些关于赛道的 然后前面仪表呢 这边确实是一个液晶仪表 还算对得起 它这个7万美元的价格 在你切换到赛道模式的时候呢 转速提高的时候也会像摩托车那样 横向的增长 在中控这边呢 人际交互系统真的是非常差 我都不太想多说了 很像大概5年前的就上一个世代的 车的人际交互系统 然后再到底下这几个键 然后有双闪 然后有它的这个ESC OFF 这个挺有意思啊 就直接一键就好了 然后有它的排气 它的排气是可以调 普通运动赛道 还有安静模式 它是单独拿出来的 就在这边一个小钮 你往上搬就好了 这几个钮都只能往上搬 不能往下按 然后在这边呢 是它的几个模式 它也都像大家平常知道的那些 像赛道啊 然后运动啊 普通啊 雨地啊 这几个模式 这个现在福特的这个双低和变速箱 确实能做到 在赛道模式的时候 你都可以忘掉你的拨片 你就不用去再想你的手动了 但是在明年的时候 也听说 他们还是有可能会把这个手动挡带来 那个就明年再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你要再把手动挡加进去的话 它有更多的一个研发的成本 另外就是这台车的后座 这个车的后座 其实现在已经帮你拆掉了 只要你选了那个TNV的运动头上之后 它就工厂直接帮你 把后座就拆掉了 然后连安全带也没有 你也不用考虑后面去来做人了 唯一可能你能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装防抗架 或者是装你的4件事 安全带了 在很早以前 Shelby把自己的名字 把这个眼睛蛇 放到福特椅码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很讲究性能的 那个时候就是吸收了非常多的 乐盲上面的赛车经验 来打造的Shelby 今天也是同样的 这台车也同样接见了非常多 目前福特在乐盲也好 在直级4件也好的经验来打造的 所以说这绝对是 有史以来 你能买到的最强的一台野马 最后我还要特别再感谢 我的朋友菲利普 Airworks的老板 刚刚搬了新店 然后又把这么好一台车 借给我们拍 其实这台车呢 是罗安基这边啊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福特经销商老板 自己的车 刚买了之后呢 就直接送到这边来贴膜了 新车的价格确实啊 就只有7万美金出头 但是这台选了3万5千美金 现在已经到10万美金 这个价格区间了 花这么贵的钱买它野马 很多人都不太理解 但是我相信对于野马的车名而言 这确实是您买到的最好的野马了 并且呢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代的V8大排量 集中的野马了 那好了 这期的罗贝美呢 待会就结束了 我是高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